星期二傍晚6時多 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 有大批油尖警區反黑組探員 聯同衝鋒隊趕渡 傳因超過30個大漢 闖入常指一間證券公司追訴 警方拘捕了35個男人 包括兩個主腦 涉嫌非法收債及非法集結 據報其中一個主腦 是黑幫和姓和楚館廟佳郎 是姓和元老傻福的圖孫 他帶齊人馬浩浩蕩蕩上證券公司 要求負責人解釋11900萬元的股票交易 不過證券公司總部似在內地 沒有回應 但由於人數更多 驚動警方 最終被一網打盡